快跑啊快给他打拼定 我没有开玩笑 真是快保证了 踩不跑就来不及了 速走 速走 按住他 这不小心 你心 谁在说话 现在开始 你可以掌握时间 如在世间万 全世界的命运 都掌控在你的手中了 我想做了一个恐怖的梦 怎么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呢 我靠 平了 我靠 平了 我走 完了 完了 我靠 这么多人 嗯 还好没吃到 可好 谢凡 你真是个人才 手机都能拿成遥控器 完了完了 这次面试 算是凶多吉少了 叶凡 叶凡 哎 哎 在在在 怎么会是他 叶先生是吧 这是您的面试单具表 麻烦填一下 好的 对呀 我不认识他呀 他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这么熟悉呢 我记起来了 他不就是昨晚梦里的女人吗 这具体 嗯 给 您可以回去了 这 这就完事了 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 我赶了两个小时的路程 又是坐地铁 又是同胶 你们看都不看一眼 你们到底招人吗 不好意思 叶先生 您的确不符合我们用人标准 还是请回吧 我哪不符合标准 你散黄了 你看了吗 你就不符合 干什么 怎么了 有问题 喂 你干嘛送我简历 你看看外面 哪个不是从海外毕业回来 哪个不是酒吧 我还要 你给坡人 不好意思写出来 明明是你叫我来面试的 不好意思 起发 叶先生 您知道这是哪吗 苏练大厦 整个江城最好的地段 你 没错 你光是站在这里 对这里都是一种 没 这个贱人 你可以掌握时间 如在世间万 全世界的命运都掌控在你的手中了 就他掌控时间主宰万物 还是少打点游戏吧 都出现幻觉了 你怎么还不走 怎么回事 难道我梦里是真的 上去看不起 这么长相 你不是很嚣张吗 再嚣张 不也是我手上的玩物 苏总 我该怎么惩罚你呢 雷斯 你外表看着 挺凶悍 没想到里边穿的这么风骚 一定是极度缺乏男人的姿势 还有啊 你从刚刚就一直偷看我 说吧 你是不是魔化什么坏事 你想多了 我就是昨天晚上梦见了你 你下 没错 我梦里可下了 离我远点 本安 宿总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你要是对我好点 没准我以后还能帮你 帮我 就你 你东西叫 把这个带着 合宝不安 难道大师说的是真的 快去把他给我追回来 宿总 你 你这 怎么了 衣服 亲爱的 我回来了 怎么今天大白天就叫我过来了 想我了 当然想你 你那个费务 该我憋着出去面试了 而且他呀 要钱没钱 要能力没能力 要不是看在他愿意给我花点钱 走把他踹 我没钱 够你吃 我给我传 你竟然给我托人 哟 废物老公 你回来了 你都发现了 那我又不装了 涅飞 放我俩分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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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滚 走就走 你这个破屋的老娘早就不想 哥们 你没睡醒吧 你这个老公还真是废物 家都被偷了 连个屁都不敢放一声 这不怎么是废物呢 哪有你的 不对啊 我的脸怎么这么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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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变大了 怎么了 还有我去圈 啊 我没有看到你 开玩笑真的快爆炸了 才不跑就来不及了 进去 突发新闻 苏氏企业刚刚发生大爆炸 现场伤亡不明真的发生了 笔下是犯罪嫌疑人的照片 这个不就是我曾经的女孩子吧 我 你错了 我怎么又回到这个时间了 这里快爆炸了快走 快快爆炸了 爆炸了他在说什么 哥们没事 吵什么 苏总快去看这灯楼 这里马上就要爆炸了 有病了 先生 你可别开玩笑了 这好端端的 怎么会发生爆炸呢 我看到了 下午一点就会爆炸 整闹了我无一生怀 神经病吧 现在是十二点 你别告诉你是穿越回来的 我 在 现在好端端的 既没天灾又没人祸 哪来的爆炸 如果有的话 也是你搞的 哎呀 救他 救他 你 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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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病了 神经病是被他们淘汰了 怀恨在心 救神你搞的爆炸 晚安 晚安 快 看见神经 快吹 放开我 放开我 你是说这个遥光器 甚至可以倒退 没错 什么也没发生 我就说你是个神经病 我就不该救你 真没时间了 你不是说一点都爆炸 现在还没有到时间 我就在这等 我倒要看看 不可能 好了 闹够了吧 晚安 把他带出去 出去 出去 走 走 走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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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走 快 呀 你神经病啊 你在这我报警了 真的会爆炸的 你相信我 你说一点钟爆炸是吧 现在爆炸呢 是不是你们公司表不准呢 怎么可能 干嘛 十二点五十四 是你们公司表不准呢 你们公司的表 每天都要转着 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 那我就顾姐相信你一次 如果你是威严耸听的话 我将警察把你带走 好 给刘助理打电话 是 喂 刘助理 刘助理 我们公司的表准吧 不是的苏总 昨天我们跟审视谈判的时候 特意调快了吧 我就说你们公司的表不准吧 刘助理 现在马上安排人员复离啊 为什么要苏总 别问了这是命令 好是苏总 快快快快快 居然真的爆炸了 还好所有人都出来了 我跟你说过 你不相信呢 对不起叶凡 之前是我误会你了 还好你一再坚持 兄弟 谢谢你救了我 刚才我还笑话你 感谢你不定前嫌 大安大大无影为报啊 所以啊 以后千万别狗眼看人 老板 来十块钱彩票 好嘞 今日苏总 今日苏氏集团发生严重大爆炸 索性有神秘人士提醒 所有人安全撤离 还好没发生大事 这么大的公司得死多少人呢 那倒是 多亏了一个神秘人 先生 您的彩票 祝你重大奖 谢谢老板 呦 这不是叶哥吗 买彩票呢 嘿嘿嘿 怎么是你买 叶凡 你怎么还是跟以前也太过废物 做这种买彩票中奖的春秋大吗 还不太想 我买个彩票怎么了 你壮得了奖 就你一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 购买几张彩票 有那点钱还不如买个镜子照着自己 小青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副罪恋 我什么罪恋 当初真是瞎眼看上你这么个东西 还好遇到药物 让我知道什么叫这 还给我买的包 小子 你连自己女人都养不起 那我只好替你养咯 你们这对金富银富 臭不要灵 幸好我没给你几块 小果然 还不知道要给我赖多少绿貌 你说谁不要脸 谁生气谁不要脸呗 不用跟这种蜂蜂蜂一样 得 别影响我今天运气 老板 来一百柱彩票 好嘞 你的彩票 小哥大气 去买就是这么多彩票 铁的费物一倍几买不了重 哥带你去烧品啊 先生先生 等等 您中奖了 五百万 是吗 卧槽 那可太好了 哎呀 这人跟人之间的差距可真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有的人拼命买彩票都不中奖 要跟您拼命买 财运来了 这事咱们也挡不住啊 待会儿我就带你去买包 今晚咱们住最好的五星级酒店 要跟你争 我今天一定好好表现 上面 你们能不能别这么恶心 哎呀 生气了 这样吧 你跪下把我们俩的鞋给干净 我分你十万 怎么样 那区区十万块 会没得太好 叔叔 你怎么来了 亲爱的 我不是都给你转了五百亿吗 怎么 不够花吗 还跟这些人一样 在这里买彩票吗 你谁啊 我是叶凡的女朋友 这么能吹 开五百亿 有五百亿 怎么会是叶凡的女朋友 叶凡 你个废物 居然找个长得这么好看的 美女 要不然 给我一万 分你一百万 怎么样 幼哥 宝贝别生气 我就是故意说说 他哪比得上 别说是一百 就算你给我五百万 立下来给我 臭小妹找死是吧 你就是装了五百万 没必要这么少 行不行 哈哈哈哈 好大的口气呀 威胁我 你个废物能干嘛呀 我看你也只会无能团怒了吧 哈哈 好嘞 你可别哭 老板 这个号码 一百 就 买彩票呢 又是你买 叶凡 你怎么还对以前一样废物 做这种彩票中长的听说大物 可不可笑 关你 等我中大奖了 希望你不要把自己气死 叶凡 你也不撒不尿招的自己 想要中奖 除非你只要冒青凉 不好份 呃 这可男朋友 不会是精神失常了吧 啊 那我们 不如打算 如果我中 你们就在这彩票店门口 别生自己 别骂自己 那你要是输了呢 如果我输了 我就在外面 别生 别骂自己 不如赌 也分了一书定书 是 不好意思 我正想 怎么可能 你拿过 怎么样 去看赌 说吧 不要给你打赌了 什么原因的事情 这里面肯定有内幕 要不然 怎么那么容易中奖 我就知道你会 我这样 你会不会中奖 三 跟母 我 此话当真 不过 你们要重重的事 我买 要是你耍赖呢 钱 就在那 要不要 拿多少 看你们自己 对不起了宝贝 你居然打我 你下手也挺狠 是你先动手的 臭娘们 那我 可就不手软了 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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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苏 你怎么来了 我是特意来找你的 我们去车上说吧 上次苏氏爆炸 还没来得及好好感谢你呢 没事 举手之劳 再说了 那么多条生命 我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他们去死 不过 你说的那个遥控器 真的有时光倒流的作用 是啊 之前我也不信 后来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我不得不信 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 这个遥控器 有这么神奇的作用的 嗯 戏弄你的时候 啊 就是我穿回来之前 你在西楚间戏弄我 我不小心按到了暂停键 把你戏弄了一通 嗯 之前的事是我做的不对 我给你道歉 没关系 我没放心上 嗯 那个 你有女朋友吗 哦 你是什么 我 是叶凡的女朋友 嗯 哦 他真的喜欢我 不行 他可是送这个左寒 我就是个屌子 有个前妻 跟人跑了 你是个好人 他离开你 是他的合适 好了 不说这句 感谢我心里 没别的事 嘿嘿我 没有 你们 哎 哦 哦 哦 叶凡你等一下 姆妹 老爷让你回家 回家干嘛 不会要我说联营的事 哎 不过我们 我是不会再给 BE 苏妍 为留助理 与你一分钟 我要夜凡的餐 苏妍 你怎么在我家呢 你回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你怎么才回来 你喝酒了 喝了一点 你为什么喝酒啊 我们家公司 最近资金出了问题 可把要我和副家少爷联姻 那你来我家干嘛 你是不是傻呀 我表现得还不明显吗 我喜欢你啊 可我们也没认识多久啊 你喜欢我什么 喜欢就是喜欢 哪有什么为什么 谁呀 来了 什么晚了谁呀 别动吧 跟我们走一趟 你们谁呀 走 去哪啊 走 放开我 再放开 报警啊 放开我 走 放开我 走 你是谁 我是苏妍的 你是苏妍的爸 那你为什么绑我到这里 我早就听说过你了 前不久是你预警的宋氏集团有炸弹 才避免了人员伤务 也避免了宋氏集团产生更大的财产损 所以你就跟您将丑获是吧 嗯 自从上次爆炸 但元气大伤 现在内预警资金都困了 现在只有 只要严严价 就帮宋氏集团 没有 紫氏集团 足迹 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和英雄塔的火热 傅家了解得清清楚 不要平息傅家的怒火 我只有从你下手 这片海是你最好的 傻人是犯法的 放开我 你就不怕苏妍恨你吗 我这都是为了他 为了苏妍 他会明白的 住手 快住手 拦住他 爸 你放开他 叶芬是无辜的 我这都是为了苏氏 只有他死了 傅家才能和我们联姻 我们苏家才有救 我都不问你拿到投票 就凭你 一个连工作都没有的穷小子 你怎么搞定 爸 我相信叶芬 他说了都有办法的 嗯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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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服务下去 他说了 我怀了他的孩子 说什么 你 你糊涂啊你 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把人给我救上来 你为什么要跟你爸说 怀了我的孩子啊 你是笨蛋吧 我不知道要说的话 我怎么救你 你真的喜欢我吗 你怎么又问我这句话 我就是个屌丝 你是上市公司的总裁 你怎么会喜欢我呢 是因为这个可以倒流 时光的遥控器吗 这个玉佛是我二十四岁的时候 大师送给我的 他说带着这个 可以帮我平安 他说带着这个 可以帮我们平安 大师 有什么可以破解的办法 把这个带着 和保平安 但想要彻底破除此劫 需要贵人相助 去哪里找贵人 天机不可泄露 露言 自会相见 那几天公司爆炸 多亏你救了我 不然的话 我就死了 那你二十四岁的这道街 不是已经度过 我以为度过了 但是前两天 我差点被楼上掉下来的花盆砸到 后来就发现这佛线上出现了一道裂痕 那怎么 怎么找到你贵人 我已经找到了 找到了 嗯 之前公司爆炸 是你救了我 后来 你又有掌控时间的能力 所以就是 我就认定了你是我的贵人 所以 你是因为这个喜欢吗 也不全是 因为你人很好啊 所以你能跟我在一起吗 就算我是你的贵人 这 不是 您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说 你能跟我待在一起 这样我遇到危机 你先遇到柳池 先救我了 救我了 可是 我有什么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 我考虑考虑 你误会了 我想要 你所有的钱 你 怎么了 失望了 我才没有 不就是琴吗 我可以给你 你真的给了 嗯 反正公司拿不到天海的招标 苏氏也会破诊 有我在 苏氏不会破诊 先生您好 请问您有请柬吗 请柬 对 我是苏氏集团的代表 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没有请柬 不准进入 苏氏不是快破产了吗 怎么还来竞标呢 天虚想垂死挣扎一下 万一虾猫碰到了死耗子 拿到了招标 那可就不至于破产了吧 我帮苏氏是拿到招标的 哼 口气不大 本事倒是不小 那你怎么不进去啊 我告诉你啊 这次竞标 我们白氏势在必得 你们苏氏还是收拾收拾回去 宣布破产吧 我告诉你 这次谈的可是几百个亿的项目 不是你这种叫花子该来的地方 请柬忘带怎么办啊 我白霜还需要请柬吗 我这张脸就是请柬 啊 是白总啊 您哪还需要请柬呢 您可以直接进入会场 看到没 你们苏氏进不去的地方 我随随便便就进了 这就是差距 怎么是你 你就是苏总说的那个 可以搞定招标会的高手 你穿的这是什么玩意啊 怎么有意见 算了 你跟我们一块进去吧 反正我们也是走过车 走 哎什么意思啊 我们不是来竞标的吗 这次竞标 白氏基本已经内定了 再怎么努力也是白费 哎 不到最后 谁能知道结果 我们苏氏现在已经是强谱之末了 白氏财力雄厚 我们根本斗不过 虽然不知道苏总为什么一定让你过来 但其实结果已经注定了 如果 我能看到白氏 你说呢 这个等会我们 不错 我可以来 这是是姓氏的一个 连门都进过来的笑话 的吗 什么巧 有意见 这个时候过来 不会是想偷看我 资料吗 谁说要偷看 资料 谁说要偷看 资料也不敢 我要光明正方 白总怎么还偷快送包 这样不太好吧 凡事开始的条件是真的不错的 果然才能起诉 我得跟你回去了 差点忘了 来看电脑 跟我一起说 孩子 孩子这样 你为什么那个老师 要死了 各位 经过我们对各公司竞标书的评估 我宣布 本次招标会中标的是 苏氏集团 苏氏集团 我没听错吧 我们中标了 苏氏不应该是白氏吗 苏氏不说都要破产 怎么不中标 白总的妆很别致 你这小子 还有点本事 这样看越来越帅 这个 这是我家地址 我可以来找我 苏氏 我们竟然输给了苏氏 天海集团也是糊涂 怎么会想到苏氏这个快破产的公司呢 这里面一定有鬼 是不是刚才来的这个男的和女的 快给我查 赶快给我查出来 我白霜还没有这么输过 喂 助理 等会儿 你先走 我去趟厕所 苏总 订单成功了 留定理 喂 什么 苏总被车撞死了 对不起 我们已经尽力了 苏燕 苏燕 别睡了 苏燕 醒醒 天海集团的招标 我们已经拿下了 晚上还要开进攻会呢 苏燕 苏燕 怎么会这样 然而命中注定有此节 果然还是没有躲过呀 老爷子 你说什么 苏燕小的时候 有位算命大师说的命中来上 我每天为他积德行善 吃素 没想到 还是没有躲过呀 什么命不命的 我命由我不由天 爸爸只有你一个亲人 你怎么舍得丢下爸爸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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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苏总 别动 叶粉 站住 啊 给我退 苏总 别过来 退 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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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给力 我就把你砸碎磨成粉 丢粉坑 我退 没事吧 没事 但是我感觉 我好像脑震荡了 李助长那么多次 不能脑震荡才怪呢 流氓 你什么东西点到我了 误会了 遥控器 这么说 你重启了上百次在救我 怎么 不谢 那你重启的时候 没有趁机对我做什么坏事 我是那种人吗 谢舅摸了几次大腿 掐了几把你的小腰而已 谢谢你啊 不谢不谢 记得把报酬让我卡上 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嗯 干嘛说两家话 而且我都是你的人了 嗯 诶 诶 对了 嗯 你爸说那个命中 那个带那个什么啥的 是不是就破了 应该是吧 但是说只要上气未解 玉佛体内就会有黑气缠绕 你看 玉佛体内已经没有黑气了 叶凡 谢谢你 赚账 支付宝到账 一千万 兄弟们 你今晚全场消费 有我一夜公子买单 干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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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慢点 哎 可恶的臭男人 笨蛋厌烦 屁屌也不见风气 好了 唉 乔 我 Witch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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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车 现在肯定要不思识 小哥哥 哎呀小哥哥 苏总 苏妍 这就生气了 女人都一样 一言不合就关机 能不能换点仙套路 我要过气呢 我要过气呢 我去 我的遥控器 我的遥控器啊 换了 我的一手指 不会就这样over了吧 这个我就收下了 多少也能弥补一下 我的损失 品质还不错 先干净值不少钱 怎么回事 鞋不是已经过了吗 苏总 把苏妍电话赶紧告诉我 她住在哪 你说什么 大晚上要我女儿的住址 她现在有危险 我看你才是她最大的危险 喂 喂 苏总 错了 来不及了 看来 还是抵挡不住我的诱惑 好咬啊 别闹了 谁呀 这么晚来找我 有什么事啊 快把苏总的地址给我 叶凡你没发烧吧 苏总的地址 我怎么可能随随便便给外人 我给你一百万 我是有职业操守的好不好 二百万 五百万 快点 人命关天 扫码还准这 扫码师傅 没想到 他这么有钱 要不要 进来坐坐呀 人呢 师傅 光武区湖景一号小区 麻烦快点 紧急通知 紧急通知 光武区有一精神病症到处流窜 此人极度危险 发现此人踪迹 请迅速联系警方 并远离此人 师傅 麻烦再快点 对 叶凡是怎么进到我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谁 苏妍 苏妍 你在家吗 出什么事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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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叶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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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妍 你别过来 啊 我 BBQ了 你别过来 哈哈哈 啊 有什么事你冲我来 我操 这个人果然很危险 原来是这种危险 你也不错嘛 哎呀 救命啊 救命啊 来吧宝贝 救命啊 叶凡 叶凡 你没事吧 叶凡 你没事吧 啊 啊 对不起 好了 两位的笔录已经做完了 你们可以回去等结果了 谢谢警官 你说这精神病偏偏去你家 我总觉得这事有点蹊跷 啊 今天都亏了你了 不然的话 我就 啊 附近 自从上次你跟伯父来我家吹风 我已经好久没见你了 你不会故意躲着我吧 怎么会 我只是最近比较忙而已 哦 那就好 虽然我们婚姻不长了 但毕竟我们有这么多年交情 我们做朋友总可以吧 当然可以了 这位是 啊 他是我的助理 今天我们家进了精神病 如果不是他的话 我差点 那 那你没事吧 啊 现在没事了 哦 对了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来办点事 行 那你先去忙吧 我们先回去了 不是说你的面中一节已经解了吗 怎么还会遇到精神病 对啊 大师说过了 玉佛上的黑气散了 就是解解了 可能是巧合吧 我总觉得 哪里不对劲 哎 你还能联系上那个大师吗 我父亲已经派人去找了 但是 毕竟已经二十多年了 估计一时半会也找不到 喂 什么 大师找到了 怎么这么黑啊 二位 所谓何事啊 谁在说话 啊 大师啊 这位小姐 看上去有些眼熟啊 大师 大师 您还记得吗 我是苏妍啊 二十四年前您说我有一节 还送我玉佛 说可以保平安的 苏小姐 我记得 太好了 大师你还记得我 前两天我出了一场车祸 您看看我的姐姐了吗 苏小姐不必担心 我方才算不过 你的姐 太好了 叶凡 我的姐姐了 谢谢大师 谢谢大师 难道 丑化了这么多年 就这么算了 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 碰到我 苏家的旗客三到头了 董事长 不好了 富士忠者所有和苏氏的合作 什么 苏氏已经逼临破产 要是再没钱进来 咱们就真的完了 车祸了这么久 这节终于破了 嗯 叶凡 这么多日子谢谢你 你救了我这么多次 什么谢不谢的 那你出事了 我能做事不理吗 天不早了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先走了 啊 叶雁 爸爸 爸爸 你这么远过来找我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 有人给我送了一盒鸡饼烟 我像爸爸赶紧 dentro了 给你尝 谢谢爸爸 赶紧趁热喝 凉了就不好喝了 还这么错吗 娘儿啊 你别怪爸爸 爸爸真是为了你好 这几天可累死我了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跳舞睡觉到第二天 这遥控器怎么不好使了 这破玩意儿 一等关键时刻就不好使 可恶啊 漫漫长夜 会该如何度过 这破玩意儿真之前还是假之前的 这怎么回事啊 哎呀我还没玩不是您请 做的不错 这 这不是副少和大师的合照吗 糟了 附近 你到底在干什么 知道吗 你本身是气韵之子 你身上戴尊玉佩 本身是座邪神 他的作用就是吸取你的气韵传给父家 你到底在说什么 本来看你有几分姿色 只要你安安分分的嫁给我 我可以保你一命 可你偏偏喜欢那个穷小子 既然这样 留你也没有用 只要你死了 你的气韵会完完全全属于我 附近 大师 大师救我 大师 什么 你们是一伙的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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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怪我 我要是早点来 你就不会死 小孟琴 小孟琴 我给你小孟琴回去救你 关键时刻你就坏了 回家你还有什么用 梦 我 我 我真是个废物 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还说什么成功事件 泡一泡水就不好使了 你 你也不 你也不 做得不错 你看这投资 已经转给你 好嘞 那就不打扰你了 苏烟 苏烟啊苏烟 最后 还不是落在我手里 大师 大师 这人去哪了 苏烟 你怎么就那么不听话 明明乖乖的嫁给我 我就可以帮你解决苏氏危机 可你偏偏要找叶凡 附近 没想到你这么卑鄙 卑鄙 亲爱的 真正的卑鄙 没让你见识 怎么又是你 你给我的什么破摇空气 那么容易坏 你想让他修复吗 当然想 有办法修复吗 我可以帮你 他是需要你十年的寿命 人年的寿命 人年的寿命 一个破摇空气 要我十年的寿命 你咋不去杀人呢 你也可以选择不修复 失去长途时间的能力 也就会不了你想救的人了 我可为人牺牲大了 不就十年寿命吗 我换 别怕 我换 小鬼是真的好啊 我换胡子救世线了 收音了 住手 下来 快 你 你 蘇燕 你 不行 我不能承认主位 今天晚上 我就在这里守着你 你就是叶凡 我们老大找你 海总 人都到了 叶先生 又见面了 坐吧 把这最好看的姑娘都找过来 白总 你这是干嘛 我可不是那样的人啊 咱们两个喝酒多没意思啊 人多喝热闹嘛 白总与我过来是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事 就是刚刚竞标苏市的报价 不知道为什么 刚刚比我们第一百万 就好像看过我们的标书一样 就是看过你们的标书啊 傻瓜 白总 这是说的哪的话 可能是凑巧吧 叶先生 叶先生 这儿都是我们这儿最漂亮的姑娘 选一个吧 能点两个吗 来来来 都过来 陪叶先生喝酒 叶先生 叶先生 我什么时候有过这种待遇 你们先陪叶先生喝酒 我去趟洗手间 在门口守着 别让他跑了 等他喝醉了 再来通知我 好的白总 听说叶哥在前段时间的天海集团招标会上 可是打败了白总拿下了竞标呢 哇叶先生比白总还厉害 叶先生怎么赢的白总啊 因为啊 我有秘密武器 什么秘密武器啊 什么秘密武器啊 在我的褲子里 想不要摸一下呀 啊你好坏呀 想什么呢 我的秘密武器 就是这个 这不就是个遥控器吗 你可别小看了他 他可是能暂停时间的 啊 叶凡 你终于来了 我好害怕 别怕 有我在 没想到 这些都是傅家为了夺走苏家的器语 而设的局 难怪这些年苏家越来越弱 而傅家越来越强势 更没想到的是 那个大师 竟然是附近的帮凶 我们都被他耍的团团转 不过附近现在被抓了 只可惜 那个大师又跑了 叶凡 今天还是谢谢你 今天你受惊吓了 早点睡吧 嗯 叶凡我害怕 你能陪我吗 好 我陪着你 你能陪我一起睡吗 啊 这不太好吧 嗯 我想再喝这么多酒啊 暂停时间的遥控器 没想到 你还有这些 我的怎么在你那 是吗 怕我发现你的秘密 还是喝酒 不是 那天在会议室里突然失踪 我就感觉你不紧 没想到 你还有这种本事啊 白总 我不是故意 不 不要担心 我不是赖上企业上的 天海集团的项目丢了就丢了 我白事项多的是 根本就不差这一个 我只想知道 遥控器的什么方法 什么方式 这遥控器的暂停键 我按好像不管用啊 不然我能告诉你 如果这个遥控器真的跟你说的一样 我想我们可以合作 不好意思啊 没兴趣 从你进了这个包厢 就由不得你了 白总 不要这么自信吧 既然你都说了你可以操控时间 那你能不能猜猜 我里面穿的什么呀 这还不简单 真空 实在是一旁风华 美女 对不起了 上身哈喽Katy 下身蜡笔小心 这不是我穿的吗 吹牛 我根本就没 是哪来的 不用谢 你别走 快把遥控器抢过来 我看白总的背 有点 我帮您松松 我帮您松松 转回 不见了 从今天起 白氏集团黑蜜单 加上一个叫叶凡的 好的白总 哼 叶凡 我要让你知道 得罪我白霜 是什么样的下场 哎 是 我箱子怎么在外边 我家进贼了 别开了别开了 我这房子不租给你了 为什么呀 喝得完没到气呢 违约金我可以双倍赔付给你 你不知道你最近得罪什么人了吗 凭什么不让我住了 就不让你住怎么呢 不住就不住了 不愧是全市最好的五星级酒店 今天老子要奢侈一把 给我来一套总统套房 好的先生 您打算住多久 怎么着 我现在也是个千万级列的富豪 都还没来得及挥挥一下呢 这次我要好好地感受一下 先给我订一个月 好 不好意思啊先生 已经没房了 靠 总统套房都订完了 你好 我要一套总统套房 好的先生 先生这是您的房卡 好的 谢谢啊 你不是说没房了吗 不好意思先生 您不是我们的接待对象 什么叫我不是你们的接待对象 神家不想接待你 怎么又是 真是阴魂不散 我们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你 你以前看到这种五星级酒店 可都是肉豆子 哎呦 好宝贝啊 以前跟着这种窝囊费 真是服了你了 谁说不是呢 还好遇到了药哥你 怎能有现在这么好的事 哎呦 这大包小包拎的 不知道他还以为是要饭的呢 一股虫酸味 怪不得人家酒店不接待你啊 哈哈哈哈 你才是臭小饭的呢 嗯 对了 上次你们山巴掌的钱 我忘记给你们 穿了五百万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五百万很多呢 药哥现在可是苏氏旗下顶级餐厅集团的经理 年薪八百万 你个费物挣得到这么多吗 苏氏集团旗下 叶凡 你怎么在这儿 苏总 我要住酒店 他们不让我住啊 住酒店 不让你住 不然去我家住啊 哟 叶凡 这是你新交的女朋友啊 你都中彩票了 怎么也不舍得给你女朋友买个好点的衣服啊 还是这么口素 这新女朋友长得不错啊呀 怎么会跟着你这种窝囊费 有点眼熟 美女 要不然当我女朋友吧 我一个月给你十万零花钱啊 认开 你知道她是谁吗 你的顶头上司 苏氏集团的总裁 她是苏氏集团总裁 我还是全国首富呢 哈哈哈 天凡 你真是穷疯了 也不知道从哪找的这么个女人 还总裁 你几件几两 我还是知道的 你们两个 正当时的狗眼太清晰 可到底是不是 装的还挺像 还不知道从哪伪造了一个工作证啊 要不是我爸在苏氏集团当经理 还真信了 哈哈哈 你爸他叫什么 我爸叫李扬 怎么 你不会是想说认识我爸爸 喂 你别太熟了 苏氏集团旗下餐厅经理 你 还有你的儿子 苏氏集团以后有何路由 哎 苏总 这是怎么了 是我儿子有什么地方找你了吗 你的儿子 带着他的女朋友来不吃闹 还说一个月给我十万的白瓜子 这狗人家东西 苏总 对他我一定好好教育他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个混蛋 天凡就知道咱们得转事 苏总你都敢挑戏 你的工作都被搞没了 我不知道他是苏总 我 我要知道 我也不敢调戏他呀 你跟苏总 跪下道歉 苏总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苏总 您别跟我计较 苏总 别开除我爸 我给您磕头道歉了 天 都知道错 晚了 哎呦 凡哥 凡哥 我是狗眼看人低 你帮我说说情 我不想失去工作呀 凡哥 你不是很猖狂吗 继续狂啊 凡哥 凡哥 苏总 苏总 我们去哪啊 你不是说没地方去吗 当然是去我家 这不太好吧 怎么 你还不愿意啊 去去去 妖哥 妖哥 哼 叶凡他怎么会认识苏氏集团总裁 他就是个臭屌丝嘛 妖哥我也不知道 他之前连苏氏集团的面试都没过 怎么会 怎么会认识呢 今天害得我跟我爸都失去工作 这笔账 我一定会跟他算账 白总 现在已经有公司偷偷仿造我们的产品了 现在市场上全试验品 怎么办呀 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要你们干什么吃的 等等 新品发布继续进行 就是泄露的只是试验品的设计图 马上通知研发部去研发新品 好的白总 叶凡 我想找你谈一谈 谈什么 难道叶总还对我的遥控器不死心 那倒不是 主要是想请你帮个忙 帮什么忙 相信你也听说了 我们公司的新品设计被泄露了 我想请你时光倒流一下 提前帮我们公司挽回损失 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了 为什么 最近我被房东赶出来了 无家可贵 酒店也不接待我 我正苦恼呢 这些都是白总做的 嗯 谁让你当时那么性的我来着 我不过把你拉入我们公司旗下的黑名单而已 白氏集团的企业业务还挺广 我差点露锁街头 嗯 我这就通知手下帮你拿出黑名单啊 哎 把叶凡拉出黑名单 这下可以了吧 急什么 急什么 那得看 不着急 白总 白总 你怎么还跟踪我呢 我看你这是住在苏妍家了吧 我说你怎么这么愿意帮她呢 哎 你别误会啊 我帮苏妍拿下竞标也是为了救我自己可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 不知道你感觉我怎么样 我可一点都不比苏妍差呀 哎哎哎 白总 你别这样 我松手了啊 我的脚好像崴了 哎 还真扭到了啊 你刚刚突然闪开我都没有站稳 那 那你突然那一下哥谁谁不害怕呀 贱人 不是你让我表现的吗 那你先在这等着我去给你买药 哎 拖啊 拖什么 哎 干嘛呢 给你上药啊 待会我自己拖好了 那 你帮我揉揉吧 嗯 啊 你故意的吧你 突然啊 早点关注 哎 哎呀 不是想着找她把混公司所吃啊 怎么把正说忘了 你怎么进来的 敲开门呢 你不是说是让我好好表现吗 这样的表现还满意吗 我就不信这世上还有我撬不开的心门 我说的是这个 我要的是报酬 给你五百万可以吗 五百万 白总你在开玩笑吗 至少一千万 行 现在可以办事了吧 现在该谈谈前以外的事情了 为什么感觉这么累啊 像被卡车撞了一样 该办正事了吧 行 不过不能时光倒流 为什么呀 说过时光倒流了 获得钱不就没有了 你也不会记得我们的竟然被你识破了 那怎么办啊 那还不简单 怎么回事 听什么 之前都是免费试用 现在免费试用起不过 当然得开始收费了 你这个奸商 算了 仅此一次 下不为例 给你 我 我 天哪 这些全都是我竞争对手正在研发产品的绝命资料 我 有了他 我这场还能多占一个亿 太好了 一百 太好了 没想到在短短时间内 我就成了千万 才能死 你有报 死 你们死 救命 救命 沈少 人昏过去了 可以了 叶凡 你醒了 叶凡 你终于醒了 你们谁啊 你不会失忆了吧 你还记得你是谁吗 我不记得了 请问两位美女 你们俩谁是我女朋友啊 完了 这脑子真坏了 医生 患者脑部受到重创 脑部有瘀血 所以失忆了 那他怎样才能恢复记忆 这得看他个人恢复情况 我们也不确定 叶凡这样 他看起来真的失忆了 怎么办 我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 叶凡 这次是被我连累了 我一定会给他一个交代的 少爷 您别喝了 您喝的就够多了 是不是你招人打的叶凡 谁啊 看谁啊 别管了 就是你 双双 我不过是警告一下他 让他离你远点 你是我的未婚妻 我爸妈还等着咱们回去结婚生孩子呢 我告诉你 别喊我双双 真让我恶心 会议取消了 哼 我告诉你 如果你再敢动叶凡一下 我跟你没完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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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什么给我抢女人 您说的那个叶凡 可是苏氏集团总裁助理 你是谁啊 我是叶凡的前女友 那个叶凡 就是一个一事无成只会帮打款的废物 你未婚妻肯定是为她给骗的 臭屌丝 念不过浅啊 我们跟她有点过节 您如果想收拾那个叶凡的话 咱们可以合作 在医院待的快闷死了 终于能出来透透气了 来 叶凡 医生说了 不让你喝这么多酒 哎呀 哎呀 燕燕 好不容易出来的 上我喝点行不行 可是 别像白霜那个凶女人那样 这也不许那也不许的 你看 说曹操曹操曹就到了 就打电话 喂 白总 又有什么事啊 怎么了 白霜被绑架了 什么 白霜被绑架了 王匪 怎么给你打电话 管不了那么多了 救人要紧 哎 我跟你一起去吧 我自己去吧 你去了我不放心 你喝完了 赶紧回去 啊 你要是有什么事的话 记得给我打电话 嗯 好 合作 就你们想跟我合作 可以吧 滚蛋 二位 请离开 嗯 嗯 喂 欠我们的钱 什么时候还呀 表哥 再宽限我几天 有了肯定给你 宽限你多久了 我一分钱还没见呢 表哥 你知道的 我未婚妻是白氏集团的总裁 能差了你吗 再宽限你三天 看不到钱 就别怪兄弟不留面了 哎 好的好的 放心啊 赶紧把那俩人给我叫回来 我想吃那个 这么漂亮又温柔的美女 居然不是我女朋友 啊 美女 你有男朋友吗 哟 看来我来的还不是时候呢 这个也漂亮 我失忆之前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两个漂亮的美女 我居然一个都没拿下 人啊 哦 忘了通知你了 我们换地方了 玩我呢 现在在哪 钱带够了没有啊 一千万 我多不少 来城东烂尾楼 不会我要到那了 你又耍我吧 少他妈废话 再不来我们就撕跳了 乖 乖 乖 就你 我可花了一千万 我可静止住 谢谢 你自己为什么花 天上的光法 全都给你 你们把苏燕燕燕帮了 都醒了 正好 叶凡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我告诉他 拿一千万 去承西皮革厂 救苏总 来这儿救白总 你们猜 他会选择救谁呢 追踪到两个手机的位置了吗 还在追踪中 能不能快点 小不然苏燕和白霜就危险了 您别着急 我们一定会找到 白总他们的位置的 找到了 在哪 你看 他们都在成都的烂尾楼里 原来想耍诈 好 我现在就赶过去 钱我带来了 放了他们 带够了吗 一千万 可只能就一个 你叔叔 快 我好像在哪 见过你们 你怎么可能 见过我 那就是我记错了 你那个同伴 怎么拎了钱跑了 陈少 苏燕和白霜 都按你的分数换来了 做得不错 叶凡来了吗 来了 我告诉他 一个在这 一个在承西 今晚管他去哪 都让他里外不是人 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 叶凡带来的赎金 赎金都归你 那点钱我还不放自己 谢谢沈少 沈少家大业大 自然是不在乎这点钱 你们是谁 为什么要帮我 别害怕 我们就是想要点钱 不会伤害你的 钱一到手 我就放你走 你们有多少钱 一千万 没问题 你们放我走 我会让助理打给你 我已经通知你 朋友筹钱来救你了 朋友 你那个叫叶凡的朋友 你们找他筹钱 他能筹到什么钱 肯定筹不到一千万 不过 再多一个一千万 可就不一定 果然是你们两个 苏妍也说是你 你们两个竟然为了我的钱 干绑架这种勾当 叶凡 你竟然带保镖来 你以为我跟你们一样蠢啊 我一个人怎么同时救两个人 叶凡 我是被逼迫的 是他要绑的 跟我没关系 你刚刚数钱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的 现在就想撇清关系了 贱人 有钱的时候 哪儿都好 没钱的时候 先出卖我 别放屁 什么心思 我还不知道吧 你背着我跟别人偷情 刹男 我把人还不是为了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 真是狗咬狗一嘴毛啊 一出口气 我们走 真是两个废物 沈公子 彪哥 我是说好这次就把钱还上了 彪哥 这事真不能怪我 谁知道姓业的运气这么好 彪哥 别急啊 还有三天时间 还有三天时间 给我打 别打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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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能为了你们俩手机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你好聪明 对啊 我聪明吧 那如果说 你没有定位我们手机的位置 你会去承西 还是去承宗 我 我说实话 你们两个 我都喜欢 哎 花心大螺脸 救命啊 对 没错 打他 救命啊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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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我总觉得这个事有蹊跷 李耀那个人那么闹肿 他怎么敢去绑架人呢 你的意思是说 他背后有主谋 我猜应该是我那威慧夫之时的 他在外面欠了很多赌债 现在应该想借机 清偷我们白家的财产吧 你看你身边都是啥人啊 哎呀 我怎么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啊 而且 他爸爸可是江南商会的总会长 非常有权势的 那他爸为什么不给他摆平主债啊 七七十个月 对于一个商会会长来说 应该不算什么吧 哎 我跟你们说啊 他不是亲生的 沈叔叔 请喝茶 好 沈叔叔 我这次来找您 是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我 我想退婚 退婚 是不是那臭小子欺负你了 叔叔帮你出镜 沈叔叔 你也知道 我和沈潇是定了娃娃期 但是我们长大之后吧 就感觉性格越来越不合适 就算我们勉强结婚了 也不会幸福的 好吧 你说 你也算是半个女儿 我看着你长大 就算你们是结婚 也都要经常来看我沈叔叔啊 老大人 是 拿着沈小最近在做什么 是 爸爸 既然这样 你就别怪我不客气 算了 谁让你是我儿子呢 我给你张支票 谢谢爸爸 我以后不会再赌了 好好做人 好好跟你学做生意 以后不要再叫我爸了 我们沈家 以后没有沈潇这个人 爸 你这是 到底不是我沈阳明的亲生训练 喂 张律师 我要修改一下遗族 你干什么 沈阳明 我是不会离开沈家的 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我知道呀 我最亲爱的爸爸呀 管家 管家 怎么了沈总 把这个逆子给我赶出去 对了沈阳明 你知道谁才是我亲生的父亲吗 看看看看 是不是很像啊 要么说你老糊涂了呢 这都看不出来 要我看赶紧死了吧 这样财产就是我们的了 你们 放开 你弄疼我了 我告诉你 你离其他男人远点 否则 你俩我一起弄 沈潇 我们两个之间的婚约已经解除了 现在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不可能 你听谁说的 沈叔叔已经同意了 如果你再纠缠不清的话 我就把你那件破事告诉沈叔叔 到时候看谁比较惨 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与我纠缠 不如好好想想 你的那些赌债怎么还清吧 要实在不行呢 要不我给你介绍个会所吧 凭你这个模样啊 还是能挣一点钱的 哎哟 这小俩怎么了 怎么还受伤了呀 这可是你唯一的本钱 要好好爱惜 我早晚把你玩了 老爷 真是岂有此理 这个逆子竟然干了这种事情 到时候要是再没收到钱 就叫你爸去缅甸收尸吧 妈 爸 跪下 我真是造孽呀 怎么生养了你这么个废物 追债的人都找到我们家了 我们沈家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侮辱 爸 你一定要救救我呀 去 爸 救我呀 爸 滚开 我沈言明 没有你这种儿子 你自生自灭 你 我不信 我昨天才刚刚见过沈叔叔 他的精神头那么足 怎么可能会心脏病发作呢 叶凡 你快使用时光倒流 救救沈叔叔吧 时光倒流 你在开玩笑吗 你当我超人呢 你真的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吗 我不会真的是超人吧 这个呢 你能回忆起什么吗 我记起来了 真的 可是 会死后 求求你了 现在只有你能救沈叔叔了 他带我如妻生女儿一样 只有你有这个能力 死就死吧 再也不要有下次了 好吧 怎么了 快 找白霜 一派狐言 管家 把他们撵出去 这 这 管流军 我已经见你了 现在只能他自取多福了 他们这些人太不像话了 老叶年身体这么好 他们竟然说你明天就会死 这有事 是个穿念 脑子有病 来双眼跟着他们胡闹 对了 我让你查的事情 查的怎么样了 老叶年 认识岂有此理 这一子 丽举人干这种事情 去 把他给我叫回来 是 心脏怎么这么多 难道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爸 你找我 沈孝 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困难 没有啊 爸 那么说 你在外面欠了十个亿赌债的事 也是假的了 没有的事 爸 你要相信我呀 没有最好 本来 我给你准备了一张十个亿的支票 他们 现在也不需要 我们沈家 始终是要交到你的身上 希望你好自为之 不要让我失望了 是 爸爸 等一下 嗯 还多亏了叶凡 要不是他 我还不知道 用药物伪告心脏病复发呢 哼 死了头 你也有今天 明明那么有钱 却不花给自己的儿子 你看 死了吧 不是我的 哈哈哈哈 不知道你要是泉下有知 会不会吐血呢 哈哈哈哈 放心 我会给你多少纸的 啊 这儿子 日前还是留给你自己花吧 什么 我真没想到 我视你为己出 你竟然想杀我 哦 爸 你 你听我说 我 住手 没想到 我们在房间里装上 简 一 一栋 禁手 现在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你一大早上照照白霜 你是活腻歪了吧 神命关天 沈总待会儿就来了 请你们稍等 好的 待会儿我们跟沈叔叔说 他未来会死于心脏病发 他会信吗 不管他信不信 我们都要试一试 嗯 久等了 你好 沈总 这是我的助理 我们今天来呢 是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哦 请说 沈总 我们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 穿越 白叔 你们是来逗沈叔叔的吧 沈叔叔 我们真没骗你 那你穿越回来 找我什么事 明天晚上 你会随时 一排狐烟 叶凡 谢谢你 大恩不言谢 你还挺有意思的 没想到 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养大的孩子 竟然是个白眼狼 沈叔叔 你们还有我呢吗 叶凡 不知道你是否愿意认我为义父 我们沈家家财万贯 唯一的遗憾就是 膝下无死 你我颇有缘分 今日你又救我一命 如果你认我为义父 他日我百年之后 我愿把所有家产赠送给你 爸爸 这一切真跟梦一样 半个月前 我还是个穷小子 现在我就成了会长的干儿子 账户里有上千万 还有两个美女 左拥右抱 和阴美中不足的 就是遥控器 越来越不好使 以后我到底会和谁求呢 这是哪儿啊 别例会让我们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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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呼小叫 干什么 可不能让你这么快就死了 我们愿还指望着你挣钱 别装傻 赶紧打电话告诉你儿子 再不交养老费 明天吃的就不是饭了 吃这个 我什么时候有个儿子了 神经病 真是懒人屎尿多 那你的午饭快吃 这什么 豆芽炒肉啊 肉呢 我吃了 怎么着 你有意见 我要投诉 投诉你大爷 我告诉你赶紧给我吃 别逼我大嘴巴删你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沈会长的干儿子 沈会长的干儿子 我看你这是老糊涂了吧 放开 想做别人男子想疯了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这不是我 恭喜本市龙头企业苏氏百强 成功进入全球五百强 苏总表示日后将持续不断科技创新 为全市做出贡献 老头也爱看美女 这是我女朋友 神经病啊你 人家可是苏总啊 你也配啊 她真是我女朋友 还有白霜 白市企业的总裁 对 她也喜欢我 看来真是病得不轻 没想到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难道之前的一切 真的只是一场梦 张摊子 吃饭了 怎么了 不 我不是张摊子 我是叶凡 苏燕 苏燕 我是叶凡 爬呀继续爬呀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没有啊 穿的没有吗 走吧 摊子 你儿子来看你了 我没有儿子 连我你都不认识了 老头子 我看你真是老年痴呆了 估计真是年纪大了不中用了 昨天电视上看到苏氏集团的大小姐 还说是她女朋友呢 真是越来越痴迹妄想了 你也不看看你现在什么样 走个路都很近 张先生 您父亲的护理费快到期了 您看 怎么又快到期了 不是刚交过吗 张先生 您也看到了 您父亲这个样子啊 这个护理难度加大了 之前的护理费用早就不够了 行 老头子 我就这么多 你先算回用吧 谁让你年轻的时候 不多给我攒点财产 现在还有我赚钱养你 瘫伤你这么个爹 我也真够倒霉的 张先生 您父亲的药还要继续用吗 继续 就让他瘫着吧 行 我明白了 原来我瘫痪都是他们搞的鬼啊 张摊子 起来吃药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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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亏我没有喝进去 真亏我没有喝进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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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快来人呐 昨天要不知道怎么了 半夜突然抽出 怪吓人呐 这不会是不行了吧 医生也检查不出来是什么原因 不过看他这样 出气多进气少 还是不行了 行 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爸 你这样活着也是痛苦 不如我帮你轻松一点 你怪我 是没办法才这样的 爸你一路走好 我会帮你选个好棍材的 小子孙 居然想憋死你爹 你良心被狗吃了 我要找苏妍 问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头干嘛呢 这可不是你能随便进的地方 我找苏妍 苏总大名也是你能叫的 赶紧赶紧赶紧的走 苏总好 苏妍 你还记得我吗 老人家 你是 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是叶凡 快把这个老流氓押走 我不是老流氓 我是叶凡啊 老婆 怎么了 老婆 没事 一个老流氓 你 你是谁 你怎么长得跟我一样 跟你长得一样 老头 你不照镜子吗 哪样呢 你到底是谁 老婆 这老头 可能脑子有问题 让保安 把他送精神病院吧 保安 把他送去医院吧 放开我 我真的是叶凡 苏妍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遇吗 苏氏集团大爆炸 是我提前预警 才帮大家逃出去的 等等 先把他松开 是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老婆 你不会真的相信 这胡老头说的话吧 提前预警爆炸 可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你说的也对 还是把他送进医院吧 是 现在根本就不相信我 我还不如留在苏氏 趁机打听这个贾亦凡 到底是什么来路 不要送我回精神病院 苏总 你们苏氏集团 还缺保洁工吗 我想上你们公司当保洁 我很能干的 算了 还是把他留下来吧 老婆 你把这个老头留公司 不怕影响公司形象吗 老公 你别生气 就当 我们是做山事了 好吧 那你先上去 我去车里拿个东西 嗯 我才是真的 叶凡 你对他说话好了 没人会相信 叶凡 你来吧 叶凡 你为什么突然之间 变得对我那么冷漠 之前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一直都这样的 你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叶凡 哈哈哈哈 没错 我不是你认识的叶凡 叶凡 你之前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之前我的脚扭伤了 你对我那么温柔 为什么现在像一个陌生人一样 如果我现在跟他说 我是叶凡 他会相信我吗 叶凡 我一定要搞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相信你会对我这样 白说 刚才那叶凡是假的 我才是叶凡 老人家 你在说什么呢 我说我才是叶凡 我还记得当初 你跑到苏燕家楼下赌我 结果摔倒了 摔在我怀里 还扭伤了脚 是我帮你去药店拿的药啊 你这老头 你从哪听来的 竟然还冒出叶凡 老流氓 别打了 打死你 别打了 你要相信我呀 你这老色吗 你还叫我们协议 我丢你没完 宝安 住手 这个老色鬼 他非礼我 把他抓进警察局 给我关几点 好的白总 白爽啊白爽 算你狠 真倒霉呀 什么都没干 就被抓进来了 你因为什么进来这儿 他们说我早有状态 把我给抓进来了 竟然是你 好啊 原来你在这儿藏着呢 警察同志 这里有个逃犯 叶凡 你怎么认出我来的 连他们都认不出来 我都说了 我是个半仙 我看人不用眼睛 太好了 终于有人愿意相信我了 不过你是怎么混成这样 还被抓到警察局里了 说来话长了 这么说 那个贾叶凡 跟你一模一样 而你变成了这样 我倒听说有一种邪物 可以窃取人类的身体 窃取身体 对 就是他的意识 霸架了你的身体 用你的身体生活 而你的意识 被转移到了这一局身体 原来是这样啊 这个混蛋 那有什么办法 可以换回来吗 这得到 我见到那个贾叶凡在死 难道我们就这么想叫花子吗 是有点像 来了 绝对是假叶凡 神移 神移 怎么可能这么用呢 优雅有个屁用啊 包装再好也抵不住里面的心字 是假的 我说大师 你想到办法换回来了吗 想到了 什么办法 什么办法 千万 你真是我儿子 再不说实话 要找个地方给你扎进去 谁派你来的 那你这个儿子 当的还真是称职啊 这么说 这应该是一个针对你的圈堂 你当时就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我哪知道有什么异常啊 我是提前闯过来的 没感觉有什么异常啊 我一觉醒来就在这个身体里了 那耽误之急 就是找到那个摇动器啊 没什么 他为什么要帮我 难道他认出我了 站住 快上车 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帮你 但我感觉 我应该这么做 这个遥控器 只有这一页法能用 如果你是真的 证明给我看 我会的 那我走了 你好自为之 不然的话 要被他发现了 厉害呀 老成这样 还能说服他信任你 别白费力气了 那个遥控器已经不能用了 你把这个遥控器怎么了 只是透支而已 大师 你有什么办法 把这个假夜凡的意识抽出来吗 我是假夜凡 我看你才是假夜凡吧 你连遥控器不能用了都不知道 我 我只是忘记了 大师 还记得第一次见您 是我和苏烟 去找你问破解的事 你还把我俩吓了一跳 确实是这样 你到底是谁 你怎么知道这些 这个人 丈人家对我的事有些了解 就四处跟别人说 他才是叶凡 上次他找到苏烟 被我们轰走了 这才找上了你 大师 你不是说我和他意识互换了吗 你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 意识互换 这也太荒唐了吧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 这个老头本来就有老年时代 从那养老院跑了出来 四处冒充 还是把他送到精神病院 好好看管家 三号 有人来看你了 苏烟 白霜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今天来 是有些事情想找你了解一下 你为什么对我们和叶凡的事情 那么清楚 谁告诉你的 因为我才是真的叶凡啊 那个叶凡只不过是一个寄生在我身体里的意识 你在说些什么 这也太离谱了吧 这听上去是有些离谱啊 但是大师说过 意识互换的两个人 肯定会在行为上有些异常 尤其是睡觉的时候 对 苏烟 你可以等那个假叶凡睡着的时候 观察一下 越说越离谱 神经病 早知道不来看你 你说的这些事情完全没有任何依据 我们不能相信你 走吧 谁能想到未来的我 会是这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的状态呀 老婆 你先去洗澡 我等会再去洗 好 老婆 喝杯牛奶吧 牛奶助眠 嗯 小光 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好困啊 我先睡了 好 谁呀 大晚上的敲什么敲呀 烟 有水吗 你这是怎么了呀 还穿着睡衣呢 现在这个叶凡是假的 我看见他睡下的时候 眼睛是睁着的 啊 什么 你们终于发现那个叶凡是假的了 那现在怎么办 那个叶凡还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现在要想办法把我的身体 从假叶凡那里换回来 可是我们怎么样才能把你的身体换回来 大师 大师可能有白马 但是大师不相信我 他现在被那个假叶凡蒙蔽了 不然这样吧 我们去跟大师说 说不定他会相信我们两个 好 那你们小心 嗯 看样子大师是不在家 要不然的 要不然我们在这等会儿吧 我跟李耀 谁厉害呀 哈哈哈哈 哎 你们干嘛的 私人领地 切勿乱闯 他 你知道他去哪了吗 那老银棍呢 哎呀 前两天让一豪车接走了 不知道啊 上那潇洒去了 我们现在再去找他 也来不及了呀 不如我们回去找叶凡吧 看看怎么办 行 不要开门 白霜 开门白霜 白霜 燕燕不见了 他来你这里了吗 对啊 苏燕是在我这儿 他大半夜跑你这里来干嘛 他大半夜为什么来我这儿 你不知道吗 你做了什么 心里不清楚吗 说了谁 你衣服上的头发是谁的 你是不是出去偷吃了 我没有偷吃 那头发 可能是不知道在哪里刮蹭的吧 你说这话谁信啊 要不然苏燕大半夜的跑我这里来诉苦 白霜 你把门开开 我亲自跟他接受 开不了了 苏燕现在正在气头上呢 明天再说吧 好吧 那麻烦你 多照顾照顾他 好 如果这个叶凡是假的 那精神冰院里的那个肯定是真的了 糟了 叶凡跟我们说 我们还不相信他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要找到真叶凡商量对策 我们今天先睡觉吧 明天一早就去找他 嗯 肯定是那个假叶凡 害怕我们联系大师 所以把他送去了国外 我猜下一步 他就会来除掉我 这样即使你们都知道他是假的 他也可以霸占我的身体了 在大师回来之前 我们都一直陪着你 不哭你们了 这么跑来跑去的 嗯 盐盐 该回来了 再不回来 我去找你了 好 我现在就回来 但是你最好想想 你身上那个女人的头发到底是谁的 苏燕 你一个人回去没事吧 我现在还是她的合法妻子 她应该不会把我怎么样 还是让白双跟你一起去吧 万一那个假叶凡是个丧心病狂的人 你们也好有个照应 那你怎么办 我没事的 他既然让你回去 那他一定在家里等你 我暂时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好 那我先帮苏燕回去 好 先生 到立行检查的时候了 我身体没什么问题 不用检查 这是我们医院的规定 请您配合一下 好吧 我们检查 检查身体怎么打针 先生 你怎么在这里 不把他们支砍 怎么对你下手 你可真够阴险的 这是最新研究的 暗乐死有记忆 能够让你在极乐中死去 到时候就说 你精神病加重 医院不得不用这种方法 让你暗乐死 没人会怀疑他 真带毒啊 我已经使用最舒服的方法让你死了 就当是使用你身体一点点小小的功劳 可我还没答应你去死的 我只想好好活着 你不会想着 还有谁会来救你吗 能救你的人 我们都没有知的 决定 让开 没事吧 你以为只有你提前做了准备 那天你在病房门外偷听我就知道了 索性将计就计 把你引进这个圈套 叶凡 我还真是小看你吗 不愧是我选中的傀儡 说吧 你到底什么来头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万年前我就来到了地上 我的肉体早就腐烂了 但我的精神已经超越了时空 更滬秘了 叶凡 你能有今天的财富地位 都是我给的 你用这具身体享受了这么久 难道不该让我享受一下吗 来人 快把他拿下 你放开他们 如果你自杀 我就放开他们 欺负女人算什么男人 有本事冲我来 我数到三 如果你不自杀 杀了他们 好 自杀 你放了他们 住手 大师 大师 幸亏你及时赶到 要不然我小命就没了 你以为老夫真的会被他的三严凉意哄骗 不知道谁是真的叶凡吗 高 大师 实在是高 现在该把你的身体换回来 还好他的诅咒没有成功 素颜 你 你们提过什么呢 天机不可泄露 这 叶凡 我们结婚吧 叶凡 苏颜 苏颜女士 你是否愿意眼前的这个男人成为你的丈夫 并与他缔结婚约 无论贫穷或是富有 健康或是疾病 都愿意爱他 尊重他 保护他 直到生命的尽头 我愿意 叶凡先生 你是否愿意眼前的这位女士成为你的妻子 并与他缔结婚约 无论健康或是疾病 贫穷或是富有 都愿意照顾他 尊重他 爱他 接纳他 我愿意 你不要是不愿意 叶凡 我终于嫁给你了 苏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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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叫救护车 叫救护车 消耗了所有的生命力 来替你等下嘴咒 我也无能为力了 苏颜 你怎么这么傻 可能还有一个办法 只要我能做到 就算错过杨晖 再死一次 这笔遥控器还能再有一次 用它回到一切的原点 改变一切 只不过 你会变成那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 白双苏燕都会忘记 现在在你 好自为之 苏颜 等着我 我走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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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 这么多人 还好 没吃到 我靠 谢凡 你真是个人才 手机都能拿成遥控器 完了 这次面试 算是凶多吉少了 我怎么好像 说过这句话 叶凡 叶凡 叶凡在吗 在 是 你认识我 是 你 你怎么哭了 为什么我对他有很熟悉的感觉 你找我回会儿 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一个骚扰苏总 赶紧把他拖走 是 走 出去 快走 出去 快走 我的心 为什么这么痛 等一下 苏总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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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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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里 在家里